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我们都知道的 那么真的是关毕民反 梁山好汉真的都是被关毕上山的吗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分析一下 北宋末年 奸臣当道 宋徽宗又是一个什么都可以 但唯独做皇帝不行的皇帝 这也就导致了朝政混乱 全国各地起义不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 关毕民反也是正常的 毕竟强压之下会有反抗 锤虎传正是这样的关毕民反的主题 林冲又成为了书中关毕民反的主要代表 林冲本来是八十万进军教头 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 即使受到了高雅那条戏妻子的侮辱 他还是选择一忍再忍 但是高秋还是不放过他 这才将他一步步逼上了梁山 从这些来看 林冲确实是被逼上了梁山 但除了林冲之外 还有多少人真的是被逼上梁山的呢 就拿其中大家较为熟知的几位来说说 武松是打鼓英雄 为报凶仇 而杀死恶霸和引扫 为义又教训蒋门神 因此得罪权贵 被陷害 一怒之下大开杀戒 这才落草二龙山 之后随宋江上了梁山 武松的精力勉强 也可以算得上是被关所逼 展开全门宋江 因为和阎波熙争夺书信 一怒之下杀死阎波熙 这才犯了人命官司 虽然他也乖乖地去服刑 但是自己不老是罪酒提反尸 被人告到官府 被判处死刑 李逵 戴东等人劫法产后 为躲避官府 一起上了梁山 这能算是被逼的吗 卢俊已是大明府的名人 要钱有钱 要功夫有功夫 根本没有理由放弃 自己现有的好名声 好生活去落草 宋江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一点 才是无用对他用计 结果搞得他几乎惨死 无奈之下落草梁山 卢俊已的上山 也可以算是被逼 但是逼他的不是朝廷 而是宋江 梁氏出身降门 一心为官 但是遭到高求的不公对待 穷困之时 又遇了泼皮挑事 被逼无奈才杀死泼皮 吃了官司 但是并没有受到处罚 反而因祸得福 受到了地方官员的照顾 杨志被委以重任 负责家运生辰刚 但是生辰刚被劫 无奈才二龙山落草 之后上了梁山 这也是为了逃命才上了山 再看鲁智身 鲁智身是一个热血男儿 他上梁山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教训欺负百姓的恶霸 而失手杀人 于是开始逃命 然后上了二龙山 又随宋江上了梁山 可见 鲁智身落草的直接原因 是因为他杀了人 是为了逃命才上了山 美然公朱同 曾和宋江是同事关系 还增议是宋江 朱同很受领导重视 让他带领导的儿子 这个小崖内也很喜欢朱同 宋江因为想让朱同上山 于是派出李奎前去规劝朱同上山 由于朱同拒绝了他们 结果李奎杀死小崖内 害得朱同失了官职 成了犯人 这才上了山 可见 朱同也是被宋江逼上的山 宋江为了得到徐宁的勾连枪法 以迫连环铁马 这才偷走徐宁家传宝物 骗他上山 这也是宋江所为 李英原本是一个财主 生活自由自在 最终也是被宋江硬生生逼上梁山 其实细数下来 真正是被官逼迫 无奈上梁山的没有几个人 梁山好看上山的原因也都大差不差 无非就是自己主动上山 战败侯强上山 已经被逼上山 当然了 这里的被逼 也是分为被朝廷官员所逼和被宋江所逼 不过后者居多 所以 梁山的一百零八好汉 真正是官逼民反的没有几个 绝大多数都还是自己的原因 以及梁山领导的计策所致 所谓的官逼民反 不过是为了给他们的战山为王加以洗白 美化他们的名声而已 你觉得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